左派总是把人的这个关注点给搞错 很多时候呢 他们认为人们一定会关注的东西 哎 恰恰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感兴趣 比如说LGBTQ 最近呢 看到很多短视频啊 都是有一些人呢 做一些街头采访 随即就问街上的人 说你是比较在意LGBTQ的权利啊 还是你比较在意油价 大家无一例外的全部都说油价 因为油价是大家真正在意的问题 而LGBTQ不是 更何况现在处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下 每个人也都感受得到 LGBTQ一直在污染我们的文化 6月份被抢过去当做他们的什么骄傲乐 他们也擅自乱改彩虹的颜色和意思 他们也正在快速的拓展媒体和娱乐 来宣传 还有强迫人们接受这种精神疾病常态化 那最近上映的一部LGBTQ电影就充分说明 他们根本就没有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受欢迎 在筹划和拍摄的时候呢 这个导演团队以及投资方 大概已经设想了一万次 这个片子会大获成功 但是实际上就是 这个电影一上映就铺接了 这个电影叫做Bros 翻译成中文 就是哥们 影片介绍说 说这部电影呢 是一部同性恋爱情喜剧片 我看了预告片之后 我都还在一直纠结 要不要分享给你们看 因为有很多观众跟我们留言说 你们这个节目里面放的这个片段 实在是太辣眼睛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算辣眼睛还是不算辣眼睛 因为有一些镜头呢 我觉得的确是挺恶心的 那要不就算了吧 我就不放在节目里面了 为了你们的心脏健康 为了你们的眼睛安全 如果大家要是好奇的话 就自己去上网找一下 网上都有 连这个有中文字幕的都有 那么我们讲回来这部电影 这个电影呢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 因为影片中呢 没有什么好事在里面 基本上充斥的全部都是色情 骄傲 妒忌 放纵 酒吧 约炮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几乎涵盖了 百分之八十 把人送到地狱的元素 那么这部电影呢 铺接的原因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 没有什么人 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还有故事感兴趣 大部分人呢 也并不认为 这种题材是好看的 也不认为它是好笑的 也没有人想要看 两个男的在一起亲嘴的画面 环球影业 会选择要制片这部电影 也是认为它会有好的票房表现 说白了 就是可以借着现在这样一个LGBTQ的风来赚钱 但是呢 在首周上映的周末 一般都是赚最多钱的时候 他们也只赚了480万的票房而已 这个钱在电影行业里面是相当相当相当低的一个数字 但是在本片担任男主角和执行总监的这个比利埃希娜 比利埃希娜 他针对这个票房铺接的回应呢 是说 因为现在的人呢 他都有恐同症 所以他的电影没有那么受到欢迎 这样的想法 现在是社会里面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成绩不好 不怪我 怪你 因为你恐惧同情恋 世界对我们不友好 所以我这一部京式剧作 就没有人能够欣赏 那这一部影片呢 释放出来的这个荼毒价值观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那当然里面包含了很多LGBTQ一直宣传的爱呀 就是我爱谁都是爱呀 爱不分性别呀 不分年龄啊 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爱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们爱的方式就是大半夜 全部挤在昏暗的同性恋酒吧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上半身没穿衣服的男的 随便抓到哪一个都可以亲 随便抓到哪一个都可以带回家 发生那种性行为 这就是他们说的爱 那电影里面呢 还有情节是 使用手机上现在的那种约会软件 拍裸照给陌生人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也是爱呀 他们还抱怨 说这个关于LGBTQ的这个节日啊 实在是太少了 哪怕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什么骄傲怨 还有什么女同性恋的节日等等 各种各样的节日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觉得还不够 因为他们想要成为被世界关注的中心 多人性行为 OK呀 而且全部都是陌生人 在影片里面又有情节 演到同性恋的家里领养小孩 然后一群成年人就在小孩的面前 讨论同性恋的性行为 而且还被小孩同言同语的在那里模仿 那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并不需要你看完整个电影 才能够发现 而是在它短短两分多钟的预告片里面 就可以看到的精彩片段 那虽然这部电影呢 现在在美国的影院里面属于是限制级 但是电影的预告片在网上随处可见 甚至这一部电影还很快就要在台湾上映 那大概呢要不了多久之后 这个完整版的影片在网上 或许也已经可以找到了 或许 maybe现在就已经有了 那这种东西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一般来讲 人们注意不到它的危害性 一般人看到只是觉得说 这电影有病好恶心 我不会看 一般得出来的结论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这种伪装在爱下面的色情电影 现在就是在告诉年轻人 你随便找一个人带回家是正常的 是OK的 是可以的 你把你自己的裸照 在网上发给一个陌生人 是正常的 多人性行为 是先进的 同性恋在小孩面前讨论性行为 这不是在虐待小孩 而是在让他们学会包容 学会爱 这个电影或者说是这种类型的文化 在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 就是做这些事都是可以的 这没什么 就像在伊甸园里面 那个蛇跟夏娃说了同样的话 说你吃的这个果子 不一定死 不一定不可以 整个社会跟世界垮塌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文化的侵蚀 而不是完全的因为政治人物 我们为什么会报很多跟文化价值观相关的新闻 就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 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的产生 都是因为文化的根源出了问题 也都是因为我们的人心没有回转向神 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